他就是蓄意形片 一直騙到現在 而且能騙得這麼成功 還有這麼多人很仰慕 淹粉還繼續存在 我覺得這個 的確是他一輩子最得意的事 距離2024總統大選 剩下不到90天 這也意味著 總統蔡英文任期 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屆時成為平民身份的蔡總統 他的入門爭議 是否就會有結果呢 已經追查入門4年的 台大榮譽教授賀德芬 日前接受忠實新網獨家專訪 雖然他認為蔡總統卸任後 應該有很多人會去控告他 但賀教授似乎對於結果 抱持悲觀想法 常常有人說 他下台就要關他 我想這個可能性很低吧 法律有法律的程序 我們的司法墮落到這樣的 這是最令人傷心的一件事 我覺得甚至司法 也不可能再追究啊 因為他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案件會成案了嘛 即使他下台以後 他的刑事免責權去除了 我相信很多人會去告 可以告了之後 你以今天他這個案件完全政治化 完全被控制的 這幾個檢察官或法官 完全你如果不聽話就被調走了嘛 那這個情況之下 你能覺得他們會能夠重新立案 然後判刑再去追訴 他即使這樣子的話 他還可以上訴又上訴再死又再死 一過又是十年下去了 他再不再都是問題了 我覺得不太可能成案 因為他都會說這不是我做的 是我下面人做的 比如黃崇燕做的呀 高教師做的呀 或者是推給別人 對 當然每件事情 誰跟海燕斯去通話呢 就是駐外的兩個女生啊 對不對 他自己去 他有沒有說下令 這個都不可能有證據的嘛 就像以前的兩顆子彈一樣 不可能留下任何證據 那我們的司法是讓人非常的痛心吧 英國我覺得他們做鬼 搞鬼的是這些低層的公關人員 那這幾個就是直接跟ICO 就是這個Information Office 還有這個Tributor Court 直接面對面的去申訴或者回答的 那他們回答的已經是非常慌張走板 那如果說我如果公開信息 會造成蔡英文的傷害跟痛苦 那顯然就是有鬼嘛 對不對 那應該是你的信息是還他清白 證實他有學位 那不是很好嗎 其實因為我要公布的話 會造成他傷害痛苦 那看這句就夠了嘛 對不對 那你說你全圖書館二三千 就是調查這三本 這太離奇了吧 他願意承擔這個行政責任 因為這最多我行政措施 而且經手人都死了 都走了 這是他們的策略 所以他的學術主管 沒有一個人敢出面 還要驗證你台灣人 到底你的智商在哪裡 你的齒感度在哪裡 如果你都不認為這是可恥的事 那我想也沒什麼好談的 那他就是蓄意行騙 一直騙到現在 而且騙得這麼成功 還有這麼多人很仰慕 陰粉還繼續存在 我覺得這個 的確是他一輩子最得意的事 我喜歡他 還有這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